我们今天讲到之前 不如我们先做个祈祷好吗 天父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可以去听你的道 去听圣经的话语的时候 让你改变我们 transform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真的出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人前人后的时候 那些人见到我们就等于见到你 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调 首先想说感恩至快乐 不如我们跟隔壁左右 说一个值得感恩的事情 不是说Hello 值得感恩的事情 我给大家小小时间 大家聊一下 大概一分钟 值得感恩的事情 我来听听你讲什么 然后对太 bacala taxes 有没有报纖感恩 身体健康 时候可以靠我好 esa態 安全我们可以拐路 每個人都聽到 刚才我问 Justin 说值得说出这件事就是变态 这样也懂得感恩 这是很有深度的感恩 讲到深度的感恩 我觉得最值得感恩 当然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救恩 以致我们真的可以回到这里 今天我们感恩节 为什么我们的题目 大家一起读听 如何借给耶和华 觉得有没有问题 有点问题 我们不应该说如何还给耶和华 因为主土文也是 免我们的债 遇同 我们免费别的债 我们都是欠他的 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题目 好像他的question mark 将他翻译成为我们怎样可以借给耶和华 其实只有我们坚信的仰势 我们坏都坏不清 容易吗 其实这个题目是作为一个引子的 引我们去一个经文 这个经文就是proverbs 宗言内的十九章十七节 他说 练敏贫穷的就是这些也和华 他的善恨也和华必常华 即在这个练敏的解释 可以说到 generous 慷慨 解释一下这段经文 神是爱贫穷的人 同时也爱哪些人 怜悯贫穷人的人 两个人他都喜欢 因为圣经怎么说 二十二章二字那里说 夫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 耶和华所做 所有的人都是神的义女 所有的人神爱 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有钱人和穷人 或者强一点的人 和有需要的人 我们上次好像是 爸爸和儿子聊天 其实都好像两兄弟 我小时候 我有个妹妹 我小时候在香港的时候 我妈妈经常说 你要照顾你的妹妹 因为她小时候 小时候的小朋友 是特别多需要的 大家同不同意 如果你照顾妹妹 我就认识你 我就奖你 如果不是反正会怎么样 扶你 大概就是这样 其实神 他说会常还给你的 意思就是 神会认识你 所以说这个 两兄弟或者两兄妹 那个关系里面 你看到一样东西是什么 就是爱 爱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怜悯 我们有怜悯 所有行动 所以我们才懂得去 这是很短的一个故事 我以前是听了Pastor Allen 说的一次 我将它改版了 短一点 又快一点 但是很有意思 神学院 当中有一个class 有一个 课 叫做什么 叫做港道学 就来到final 我也就来到final 很紧张 这个professor就说 OK 今次final 你们要说一个 topic 就是说什么 说如何去爱 大家都开了夜车 写到振振有词 如何去 三马里 爱人的故事 又写了 神爱世人的经文 全部都写完了 到那天 这个professor 很喜欢人迟到 大家就准时地去 他在宿舍 去到神学院 是经过一条路 经过的时候 就看到有个homeless 就是无家可归者 他说是给钱 因为他很趕时间 他就经过 就不理他了 第二个又经过 又理他了 到回到神学院 考final之前 professor说 你们大家准备好 今天的港道没有 大家摸拳策掌 准备好了 接着professor说 你们没有准备好 他说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的 topic 是讲话 刚才我找过 care lab 你们在外面把homeless 你们没有理过他 你们准备好 你们的知识 但是你们 还没准备好 你们的爱心 你们有知识 没有行动 所以你们 每人扣十分 是不是很惨 很冤枉 我相信他们 肯定说 我反过来 都可以 其实 是没有什么理由 这个故事 都是虚构的 其实是基于撒玛利云的故事 但是他想说的一件事 是很有深度的 就是有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是没有做到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的 那个 施舍的心脏 事实上 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经文 是警戒我们 和鼓励我们 要去施舍的 今天 我将警戒的经文 全部拆掉了 因为我在这里 这么快 和大家 我很了解大家 因为你们 真的很有爱心 好像上次 捐鞋 我很享受 大家拿鞋回来 然后又在后面 一起绑鞋 这个是 一起做 施石的决心 是很感动我 我觉得 这个是 我们日后 随时会怎样 日后几天一个榜样 我已经存起了些照片 将来 过来 我们裹出来 让我们回来 好吗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经解的经文 但是我们有些经文 是鼓励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掌握 施舍的心度 让大家更上一层流 好吗 第一点 就是 我们施舍的原因 第一点 是爱 刚才说了 第二点 主的应许 主的应许 里面 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我凡事 得你们做 榜样 叫你们知道 经当怎样労苦 辅助软弱的人 又当记念主耶稣的话说 施比授更为有福 我们说一次施比授更为有福 施比授更为有福 大家有没有不知道施比授更为有福 我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 原来在这里 因为爱 所以我们付出 令我们更加有福 相信大家都有施舍的经验 施舍给homeless 或者在香港 我们以前说的 不是叫黑衣 有时会不会想 或者他们也 是不是懒 或者是骗人 这里我想说 关于homeless的一些 一些我的经验 因为有时不只是懒 或者是骗人 原来他们有很多故事 大家有没有去foodmax foodmax那里有个homeless 经常踩行车 我跟他聊天 有一次 我说 不如这样 我买了三两次 他说不可以 他说不可以 我只要一个quarter 我说 为什么你只要一个quarter 因为我差一个quarter 我就可以买个芝士恐怖 他说不要 我上次选择了给他 买了饮料给他 他说很谈 然后聊了两次 第三次 在starbucks那里看到的时候 我又可能说错了 我说 It's you again 然后他说 又是我 对不起 然后走了 其实我跟他聊天 和他聊天 原来他以前是做生意的 他真的在一个很大的困难里面 我觉得他是有些depression 其实 他是有这一类型的低潮 在right aid那里 另外有另一个homeless 这个homeless很有朝气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我说买个包子 他说很爽的 他说很爽的 他说我现在找工作 我刚坐下来 一个过到期 一个过到期 是吧 本来我想今天 播一个homeless的video 但是太长了 我上网看到一个homeless 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婆婆 是一个白人 那些人说 为什么要做homeless 原来他有一个 不是几个过去 他从小就被人遗弃了 住孤儿园住了十三岁 然后一出来 就是homeless 直到七十多岁 直到七十多岁 他是没有办法 识计到有家的家 但是他说了神 我感谢神 当然 他的心里面是有些病 但是无论如何 他们都是一些有需要的人 是吧 有需要的人 其实我们在姊妹里面 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需要 是吧 我们也有这样的 试过有需要的时候 刚才我们说 诗比寿更为有福 其实是有两种人 第一种是什么呢 第一种是受 受的人 受人因为的人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 他是有这个被爱的感觉 这种爱 其实是来自神的 所以我在想和一些 弟兄姊妹 或者你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说 你们不要给一些心理里面的障碍 因为我们尤其是中国人 不是很喜欢人帮的 有时候我们都会说 人都无头稳之高 你免得欠了你 千万不要这样 真的千万不要这样 因为神很爱你 如果你是真的有需要的 真的跟弟兄姊妹说 跟我说 OK 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你只要看见人家怎么帮你 你看他成为你的榜样 你以后你帮回其他人就可以 你也不用一定还他给个人 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 我说一下自己 如何享受被爱的感觉 就是 我神学院 你要交学费 我们是有工作的 你当然是多一点好一点 很感激 Gateway的Sanitary 他是有一个program 是scholarship的 原来我查过 原来是一帮有心人 他们真的把钱捐到一个funding那里 专是帮助神学生 去交些学费 我很感激他 有一次神学院叫我写信 感谢他们 我终于知道他叫manman 我就说 I will do the same in the future 这个是我的心愿 因为他成为了我榜样 我希望以后我可以gift 就是给回到外面 是不是很温暖 对于我来说很温暖 最近又有什么温暖 就是我的腰 我的腰真的不行 真的痛 这几天 不知道为什么痛 刚才有些弟子会提醒我 颁风 你风湿了 哇 真是惨 就是一说一条腰 我想起哪个呢 我想起一哥 一哥 他说我以前的腰也是这么痛 是吧 接着他将他所有的功力传授给我 他说 你要做你治疗吧 自己 你要他买了个箭给我 就是很温暖 Judy又做了那个 叫什么 吊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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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好 你特意去拿 Henry 他今天不在 他说拿了一部机 很有趣 放一只脚在机上 转下转下 转下转下 我妈妈 我妈妈看到一哥买个箭给我 他买了个箭给我在 其他车里 当然还有我太太 他买了个箭给我 这些东西 有时就算你的腰痛 都笑得出 因为真的很棒 因为你有被爱的感觉 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这个感觉 大家都可以得过 希望得到这个感觉 所以 如果你看到自己有需要 要出声 这个就是受受者的福气 就是受接受祝福的福气 第二个是什么 施舍的福气 因为施比受 施舍的更加有福 因为你可以享受到 对方得到你帮助之后的快乐 就是看到 我改变你更加好 我很快乐 这个是爱 有时我们看到人生命的改变 就好像我们实次捐鞋 是吧 其实我们 很多不少 我们捐鞋的时候 我们都幻想 尤其是看到那些 很小的鞋 是吧 我就幻想我女儿小的时候 如果有个BB仔 可以因为我 穿到这双鞋 改变了她的生命 我很开心 是吧 这个就是爱 有时我在这里 我也有帮些弟兄姊妹 这些弟兄姊妹 她们就很感激我 很感激 很感激 就不说多谢 但其实我 通常我都记得 我说一句 其实这个是 我自己的荣幸 我自己的荣幸 所以 即是 我接受多谢 但这个是我的荣幸 知道为什么是荣幸 因为神在一个 对的timing 她会找到 对的人去做她的事工 我将荣幸归回给主 因为神如果不找我 她可以找别人 所以这个是我的荣幸 除了荣幸之外 不单是这样 这个也是主的应许 主的应许 是有今生 有来世 不要听了 不是有今生没有来世 有今生有来世 今生是什么 我们一起读好了 你们要吸人 就必有吸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星斗 连叫大岸 上知下流地倒在你为 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吸人 也必用什么量器量吸你们 这是路加福音六章三五八节 大家解释这个 如何是星斗 星斗 大家知道 磅 如何是连遥 连遥大岸 明明连遥大岸 它在倒在什么 在倒在谷物 连遥大岸 就是这样 搓一下搓一下 里面没有空位 如果你以前在香港 买过米倒出来的 那些 现在好像在那间 不是Foodbanks 那间 Winko 都是自己 好像把米倒下去 你是不是连遥大岸 当然 肯定满杯 上尖下流 倒在你围中 以前的人穿衣服里面 都是在袋 倒在你围中 是没有一只 今生的幸福 这是今生的应许 也有来生的应许 我们一起来说 他施舍钱财 周济贪穷 他这仁义 全到永远 全到永远 中国人最喜欢存钱的 上次我也说 天国为财富 全到永远 但兄姊妹 这个好美丽的应许 其实 以爱引发出来的施舍 是由我们的旧药 去到新药 都不停在这里提起的 我们的旧药 就是有这个 出埃及的 大家记不记得十届 十届 十届之后 21章 写我们的律例 律例第一条 就是说些什么 我们要 爱护老婆 其实这个东西 是非常顶尖的 在当时的社会 是非常前卫的 因为当时的社会 在近东的国家 全部当奴隶不是人 全部当奔户的人 不是人 但是偏偏我们的神 将奴隶 放在第一条论里 就是说 我爱他们 所以你们要练稳他们 那我就爱你们了 今天我们会说 新药 新药有哪个书 是说练稳人的呢 就是高龙多后书第八章 我们一起在这个新药 高龙多后书第八章 一起考 神晚中他所说的 施写的态度 施写的态度 在当时是有的 但是施写的态度 在当时很多时候 好像我们今天 有时不信实 其实我们也是很质疑的 其实当时 保罗就是教 当年的哥伦多教会里面的人 如何去掌握 施写的态度 因为当时 是有关教会与 教会之间的捐助的问题 保罗在哥伦多 后书那里 保罗在哥伦多教会里面的人 要慷慨 要慷慨 因为耶路撒冷教会 经济不太好得 相信当时有很多迫白 因为基督徒 当时是被迫白的 保罗一开始在信里面 提及一个榜样 他说 马帝顿教会里面的榜样 他们的行为 就是施写的榜样 此为 让我们一起去掌握施写的态度 看看这个榜样是怎样做出来的 好吗 我们一起来看看 弟兄们 我把神赐给马帝顿 宗教会的恩 告诉你们 就是他们在患难中 受大事业的时候 仍有满足的快乐 在极童之间 还颜外显出 他们乐捐的口音 我们可以证明 他们是按着力量 而且也过了力量 自己今生乐意地捐助 在三地图楼 准他们再者 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 并且他们所做的 不但照网门所想望的 更照神的旨意 先把自己欠给主 又归附了网门 第一点我想大家看一看 就是一切都是神的恩 一切都是神的恩 写得很噁心 不过大家不要介意 我想大家再读一次 第一句 一起读一句 弟兄们 我把神至级 马其顿 仲教的恩 告诉你们 大家想不想到 我想些什么 为什么他不是说 弟兄们 我把马其顿 仲教的恩 告诉你们 是不是 其实这里在说 我们一样东西 就是能够有能力 去施捨是神的恩 记住了 我们有能力去施捨 其实就是神的恩 其实 这种想法 和在世界里面的施捨 是非常之不同的 通常我们都是认为 我们施捨都是凭自己的力量 是吧 凭自己的功劳 是吧 我未信神之前 我都捐过钱 捐去Red Cross 有时候 我想起来 我是有爱心 我是有爱心 这个爱心是神赐给我们的 但是当我收到 和十字会记录的信 说多谢我的时候 我都真的被非释报 觉得自己都挺厉害的 都肯定做 有时候跟别人谈 有没有捐钱的 我都说很快 大家就是这样的 有时候我觉得 以前的我 我还未认识神的时候 我认为外界所有的环境 我都要control 我都要好好地掌握 为自己去争取 所以当我付出去施捨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credit 是给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荣耀 是给自己的 其实有时候 信了的基督徒 我自己都会这样的 所以我们要不停地 去学习一些好的往样 去荣耀神的往样 当我选择了一位 大家都应该认识的人物 是一个蓝球的巨星 是叫什么 大家认识的 Curry Curry 不是咖喱 Steve Curry 你知不知道这个 是什么手势 他说是将荣耀归给主 每次他入到三分球 他就是这样的 入了球他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起看看 他如何去将自己 借给主之后 再将他的一生 荣耀都归主 我给时间大家看看 Curry Jesus Christ 我开始生了 中学生 我父母在家都在教训 每天,每天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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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有 人来自身 serving with the Lord until one electrical Kaitross show We'd make a decision for ourselves We couldn't rely on our parents It had to be a decision of our own And that's when I made it Watch how high the elevates with the ball gets it up over the top of the shopwatch There is so many things that we have to overcome in this life and Jesus and his work on the cross you've paid the ultimate price for us I'm proud to be a child of young people. I try to use each and every game as an opportunity to witness. I do a little signal every time I make a shot. A way to kind of just preach the message in little ways that I can. Each game is an opportunity to be on a great stage I want to be a witness for Christ. 大家知不知道Steve Curry是这样的? 我一看见Steve Curry打篮球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眼神好像很善良 原来他真的是一个基督徒 他刚才说他13岁的时候他就信了主 他说他将他一生都加上主之后 他每一场都是为主而大 他每一个三分球他进入 你知道他后来做了什么举动? 他不单止说就是一个手势 当然我知道他有很多捐助 但其实他其中一个 give back的方法是什么呢? 他就是说每一个三分球他进入 他就捐三个蚊帐给非洲的小朋友 和家庭 因为非洲里面有很多蚊帐 所以他每日一个三分球 他自己捐多三个蚊帐 捐了几千个 他说life is a way more than 他说生命其实是比难球 他只不过用神的恩来 去将这个恩典传人出去 其实他将这个恩典 是发挥到非常极致 大家同意 其实我们一生人是很点赞的 其实这个基督徒 我们这个基督徒 其实很多时候 我不是说神试验我们 其实都是一种 测验我们爱心的实在 大家同意 我们爱心的实在 因为神的恩是很多 神的恩不单止是浅的 神的恩可以是我们的健康 我们有健康 我们有时候可以捐血 神的恩可以是我们有时间 我们有时间 时间用来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去陪伴人 当大英姊妹有需要的时候 甚至不是大英姊妹 例如老人院 我们感恩节度 我知道小祖有时候出去 一些帮助人要活动 大家永久参加 我讲起这个时间的恩典 我想起一个人 大家记不记得以前 我们去Cross Road Church 那个Pastor Team 她那个外母 叫做Mr Shin 有一次她进了医院 她都老了 她都挺老了 她进了医院 我和太太就去探望她 她虽然是病 但是她很有class 我去到那时候 她问我 你有什么要我为你祈祷 接着我就说 大家聊天 我打算我去为她祈祷 她反过来问我 她说 我来到这里很忙 你知道吗 因为没有人救我 那么多时间去帮人祈祷 听到她的意思吗 她说你有什么讨过的事项 你就给我 我在这里 24小时不停帮你祈祷 这个意思 她还在帮医院里面其他人祈祷 这个是不是神的恩 她竟然可以在病床 她都有这样的心态 这个真的是神的恩 或者我们的学问 也是神的恩 前一天Tenscape 的Gathering 听见一个姐妹说 她将自己的恩 带到中国的 内地 一些山区的小朋友 那里 因为那里有些人 是没有书读的 她就拿自己的学识 去教一班的小朋友 她就教了几年 有好的bonding 当然他们是因为这样 而识了神 这个都是神的恩 我们要把我们神的恩 分出去 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神的恩 分出去的话 我们神的恩 恩典在我们里面 只不过是一个短暂 生命里面的幸福 但如果我们把我们神的恩 分出去的话 刚才说的 人意传到什么时候 永远 我们把荣耀归了给神 让人们知道神的爱 是这么正的 这个就可以给他们 有机会认识救恩 所以我们要以Curry 和马其顿教会 作为一个榜样 我们要怎样 我们要先把自己 献给主 我们要先把自己 献给主 刚才Curry 其实他表达了一样 就是 他的生命的一切 都是为主而做的 但兄姐妹 如果你生命里面的一切 都是为主而做的时候 你是不太吃虚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刚才说 我们有时候去关顾 那些 homeless 又怕被人欺骗 尤其是以前在香港 或者在国外去做事的时候 看到他们是欺骗人的 他迫居然去 松绑了之后 他会走的 也不是真的 有时候我们 会怕被骗 我们有这样的心 但我们没有去做 其实刚才我已经说了 很多 homeless 的故事 我又不再说了 对不对 我在这件事上 我学会有点智慧 去关顾有需要的人 我有一次 我开电车的时候 我入电 你知道入了半个小时 我正在进的时候 突然间我的车 有人一拍我的车门 整个车摇 但我看出去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 很高大的 homeless 很凶的 玩这么多的 跑开车 你知不知道 我当时立刻 我心里想起 自己是谁 大胃 我想起他 是哥尼亚 然后我就摸肚 我不出去 入海 不出去又不行 我坐在里面 又不行 我就因而开车门 出去 说 有什么事 我可不可以帮到你 原来他醉得很厉害 醉得很厉害 然后他两下两下跟我说 他说 喂 什么来的 为什么你在这里插键 我说是电车 我说 哎呀 我一生坐牢 我也不知道 这些车原来不是入油 然后他说想跟我握手 握手的时候 当时他没有准备手指 真的很惨 哇 真的很高 但是对面有个印度先生 我之前和他聊天 他问我 要不需要帮你报警 我说不用了 然后他原来忍得很罪 然后他跟我说 他说 哎呀 我真是这个世界 我也不知道是怎样 然后我说 你肚不肚饿 他说 好肚饿 然后我说 我又坏了 我不敢叫上我的车 一来我又不知道是怎样 二来我又 老实说 我又太骚髒了 然后我就说 那我买些东西给他吃 隔壁没有东西 我就给他一些钱 然后我说 但是你答应我 你不要买酒 然后他说 我答应你 然后拿了钱他就走了 然后我后悔 我觉得自己毫无智慧 因为他答应我的时候 他喝醉 我相信他买酒 所以我 我认识这件事之后 我就不停在这儿 就是每一次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尝试 有些智慧 我是买的东西吃 我不给钱 是吧 就是不给时间 是吧 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尽力这样做 圣经他说 他怎么说 既有愿造的心 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 因为人若有愿造的心 必无越立 是吧 就是你有心 你肯做 神就喜爱你了 你只要尽力 你尽力有智慧就可以了 你不用理这个结果 因为神在乎 不是这个结果 在乎是你的心 所以我们不用怕是底 第三就是怎么样 我们一起读一下 看不看得慧说些字 神看 比例 不安良 其实刚才你看到经文 马其顿那些教会 你觉得他捐得多不多 我觉得他们不多 因为他们说 在极穷军的情况那里捐 但是我想告诉你们 他们的捐印在神的眼中为大 如果大家有看过圣经 都知道寡妇有两个小钱 耶稣怎么说 他说虽然寡妇有两个小钱 但是他将他的生计 他养生的钱交出来 他看为大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态度 自己不单止掌握 还要给我们的下一代掌握 我其实最近有一个项目给我们的 就是show off一下 我就觉得很棒 看到这个是什么 Run away 是一本书 我看到我女儿很喜欢写文 写作 以为他玩一下 谁知道他在学校里拿了一个奖 全班只有一个写作奖 我真的这么喜欢写 对不对 接着我就切很多的局 来引导他写得更加多 我其中一个局 就是他有个电话 我给他练self control 第一 第二就是 我不停找他的朋友 看谁又喜欢写文 叫他们写一本书出来 我找来找去 我终于找到一个 又是写文很高强的小朋友 就是胡卿的女儿 他的女儿也是拿奖 而且能力很多 我真的感谢神 他们说 好啊 我们一起写个storybook 对不对 胡卿的女儿就带着我 他就写到chapter 5 然后她们判了 他们也参加到 胡卿的女孩 拿奖动占6 我的女孩占4 他们说了很久 我是4 units 你是6 然后他们也承诺 这本书 在emazoned出版后 他们一起捐起10% 给我们教会的建堂币 是不是很棒 我相信这次大概籲款 只可以籌数前 或者我花了钱 因为我还要搞出版 但是这几元 我相信在神的眼中 你觉得大不大 我觉得在神的眼中很大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些小小的奉献 令他们明白施死的态度 虽然是很小 但是神看得很大 因为神是看比例的 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 君庭的原则 所以如果你是小朋友 你不要以为他那个 赖鬼公仔没什么用 你也不要怕做得多 如果他真的很喜欢赖鬼公仔的话 你问他 哄一下他 你可不可以将他捐给教会 我们可以将他卖给二手店 拿回两元捐给教会 他就很大件事了 可以这样慢慢可以练习 你看到神是看比例的 神是有一个均平的原则 也提醒我们 如果你只是搬10个砖头 你不要再搬100个 OK? 因为你这样是会过多 就此说 如果你是搬10个 那当然也不会搬1个 这个就是我们施死的真意 施死的真意 主要心意 刚才我们讲的均平的态度 我们一起去看经文 我们一起读 1 2 3 我愿不是要别人兴散 你们受虑 乃是要均平 就是要你们的富裕 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 使他们的富裕 将来也可以补给你们的不足 这就均平如经上所记 多收的活有缺 少收的也活有缺 均平的原则 公平的原则 大家不用担心 不是共产 不是当共产 只不过说 你现在有的资源 要平均的分配 多收也活有缺 也就是说 不要过多 也不是说你不要存钱 不要过多 少收的也活有缺 这个其实在出亚药记那里 拿马拉 大家都知道 大家要平均地按自己 自愿的付出 或者去收取 如果你这样做 如果我们真的 各个基督徒都可以这样做 我们不单止说 现在我们可以均平 时间性上 现在跟将来都可以均平 你明白他的意思嗎 就像刚才说的两兄弟 你现在帮小朋友 帮你的弟弟 以后或者他帮你 不是真的说 他一定会帮你 意思就是说 有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我们有爱 这是一个fellowship 这是我们当中的均平的原则 一个好的例子 大家一定会明白 其实我们tracy会怎样呢 就是受基于均平的原则 大家同意吗 你知道我想说些什么 我们没有搬到这里之前 我们去哪里聚会 Crosser Church 他们真的复生复命 他们帮你看看小朋友 借祥给我们 也不介意我们在教会吃鸡脚 他们还学吃鸡脚 我们在那里聚了一年两年 直到我们搬到这里为止 现在他们on and off都很支持我们 我们感谢他们 放他们在我们的通告里面 这是我们可以回答的东西 另外一个教会 当然是我们Cross Point 我们会点在外面 有几个Campus 有Repeaters 有President 其实弟兄姊妹 为我们 不单是舍得去捐献他们的金钱 他们会舍得捐献他们的时间 你在这里 你看到 在外面的弟兄姊妹 他们真的是 神金种来设置 无论天气是怎样 我们看到一个好的榜样 有些你看到的 有些你是看不到的 有时候要在开会 看到一些我懂得的弟兄姊妹 但是因为太久不见了 很少聊天 见到的时候 第一个就问 你Tracy怎样 我们知道你们Tracy 有很多新的人进来 我们很感恩 我们都是为你们勤徒的 其实他们背后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他们这个爱心 我纪念到现在 我是非常之感动 我想说一个就是 这个其实是 我见到刚才的经文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不是弱 但我们刚刚开始 就像一个弟弟 他们去 take care 我们 我希望我们将来 在这里 到我们成熟的时候 我们可以 take care 其他的人 我们可以把这个爱 传到别的地方 不需要一定是教会 也不需要一定是我们会典教会 我们可以帮其他有差的人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学回来的榜样 我们一学到了 我希望我们将来 成为以后其他日的榜样 更重要的就是 让一些未上耶稣的人 看到我们这种榜样的时候 他们就看到耶稣基督 如何为我们写明 我们一起读二十经 他们说 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祂本来富足 却成为你们的贫穷 叫你们因祂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耶稣基督不是写财 不是写那些东西 最重要的是写什么 祂为我们写明 生命的主为我们写明 其实我们都是受为于 君平的原则 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祂爱我们 刚才我们看到 我们是祂的什么 儿女 因为爱 这个这么丰富的神 祂是有永远的生命 第一 祂有永恒的天国 因为君平的原则 祂使得我们都可以享受 手段是什么 就是 道成肉身 将自己为我们担心受死 上了十教 是不是 我每次都说 不要嫌我败 我们本来都是要受这个审判的 但是因为 这么丰富的神 愿意为我们 领祝我们的罪 在十字架上 真是接受了神的品牢 其实就好像 圣殿里面的万子截团了 他好像简单来说 他这个大外 是好像在一个空间里面 开了一个门 以至我们可以走入 他的救恩里面 只要我们信他的话 只要我们认罪悔改 我们相信 我们有罪的 我们相信 这个神成为人 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死 然后复活 这个复活的盼望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我们的心灵就非常富有 其实本来的富足 他说的是灵里面的富足 反映了人的灵里面非常贫穷 大家都同意 有很多时候 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 有很多人是很成功的 他们可以赚到很多钱 其实有些是 心灵里面贫穷 他不可以没有 他一定要 这个反映了我心灵的贫穷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 我一间人中也是这样的 你们会不会是这样的 心灵的贫穷 其实我们看到 马其顿教会 他的心灵贫穷 他的心灵一点也不贫穷 虽然他们是极度贫穷的情况下 但他们显示了我们第一个方面 就是他的心灵非常富有 就是耶稣基督这样 他们要极力地去完成神的旨意 以达到均平的原则 均平的原则 所以在这个均平的原则底下 我们有三个人来 有什么 有信 有望 有爱 有很多时候我们信耶稣基督 是因为我们感受到爱 同一日 我们感受到爱 这个爱 其实是耶稣基督那里来的 我自己信主 我都感受到很多的爱 我上次回去感恩节 一个party 见到以前的弟兄姊妹 我的回忆都回来了 是因为他们 显示了给我看耶稣基督的大爱 令到我们觉得 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家 我们回去的时候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接受到他的爱 我们知道 越来越生命是有盼望的 以至到 我们学了他们 成为一个榜样之后 我们又将这个榜样 带给其他人 其他人 因为会看到我们的爱 之后 他们有信有盼望 好像那棵 越棵就越大 好像雪球 希望我们 弟兄姊妹在这里 可以学会 像马其顿教会的榜样 学会像Steve Curry的榜样 成为活祭 将身体献上 成为活祭 以我们的生命和行动 来到见证神的大爱 完结之前 我想给大家一个挑战 如果在座弟兄姊妹 是有需要的话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要大胆地跟我们分享 因为你的需要 如果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就是一家人 第二就是 神很爱你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跟我们说 我们一起走 因为圣经叫我们同学同学 刚才我说的是 这个是我们的榜样 是我们的榜样 如果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话 大家尽量一起帮大家 这是我们的榜样 如果你有做的话 你有这样的能力 我们不妨想一想 我们有哪一方面 是否带到我们均平的原则 会不会是我们的金钱 又或者我们的时间 或者我们的学问 是吧 如果你也是做了 又觉得自己 都大到均平的原则 我呼吁你们 叫其他人一起做 带起其他人 成为别人的榜样 是吧 成为别人的榜样 就好像雪球 越多越大 是吧 As a guru 好像一家人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以神的命 令到这个世界 不一样成为个案 我们一起祈祷 天赴我们 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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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福华 感谢你